这个羊杂翠感觉颜色蒸得很 我们好久没有吃羊杂翠了 多少钱了老板 5块10块 还没涨价呢 5块钱的羊杂翠以后就不要买了 来点吧 给我们来个10块钱的吧 5块钱的话这个味儿 10块钱的话那个味儿吗 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 看这感情了 羊杂翠这个东西就清理不干净的话 有味道呢 10块钱就完了吗老板 没有 还有门江 少说这东西10块钱买的话 不要来的我 没有 这现在是棉肥子 米肠子 现在这是羊肚吗 羊肚来点 我还有面筋吗 对 老板这个面筋为啥放到这个袋子里面呢 这个嘛那个 那个袋子放到那个汤里面不会有毒的吗 对 这是凉菜嘛 这个里面羊肚 喉咙啥都有吗 对全都有 好吗 吃不饱的话咋办呢老板 假面有没有 有 有 最喜欢吃这种面筋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都是带汤的面肥子米肠子 老板来点糖吧这个太干了 好好 你看 这面筋太好吃了 面肥子 还10块钱吃爽吗 我怎么会是吃5块钱的面肥子的人呢 对不对 大穷衣 哎这面肥子这个东西 你一个月不吃汤一两次啊 是嘴唇的很 各位新疆本地人 吃面肥子不是为了吃饱啊 就过个尽瘾你知道吗 哎老板你们这个店开了多长时间了 你这次第二代吗 第三代吗 我就是出店了 老板这个 啊 你这个是老板 第三代了 这个老板第三代了 那就二十三十年有吧 哎老板好好买的话 一天能买多少钱的面肥子米肠子 五千多块钱吗 嗯嗯嗯 可以了 五千多块钱是一天生意 羊头 羊杂脆 肉汁 麻辣羊皮 都有 五千块钱生意 一天差不多五千 六千左右 哇你看这个羊头 嗯 哇 最后 嗯 咱们这个汤太好喝了 这一碗啊 能吃饱 这算是我的午餐了 我吃饱饱了一碗 老板家民有没有 家民有 哈哈哈 吃饱了吃饱了 多少钱了我们的 二十 那我吃饱了 你吃饱了